着西乡秀兰部落布农族人苏明生 22号在自家鸡寮发现黑熊的踪击 主动通报林务局 经过架设相机监测到黑熊身影 而苏明生破搬了新台币8000元的奖金 是台湾黑熊纳入生态薪水方案后的手里 画面上一团黑黑的就是台湾黑熊跑去鸡舍的踪影 鬼鬼祟祟的在偷群模样相当可爱 这是着西乡苏先生鸡寮所发现到的黑熊 并且也在22号当天向林务局通报 苏先生说布农族长久来对黑熊很尊敬 一直与黑熊和平共处 在部落生活50多年第一次亲眼看到黑熊 虽然公僚被黑熊破坏也不会想要伤害他 之前老人家都有跟我们讲过 跟我们讲说黑熊是你的朋友 不要乱杀他 自己把那个鸡寮 然后撕一下全部清干净就好 因为林务局有跟我们讲说 像这种东西的话他没有食物来源 他自然而然就会离开 林务局花联领馆处30号在着西乡智慧所 举行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 自主通报的表扬会 颁发友善黑熊伙伴 以及友善黑熊团体感谢状奖励金给苏明生 以及着西乡登山协会 在周遭的朋友们看到黑熊迅速通报 看到受伤的黑熊更要迅速通报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的努力 我们就为一条生命 在此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希望今天是一个开始 将来会有更多的民众呢 参与我们的黑熊给付 让我们一起来维持我们更好的生态 自主通报台湾黑熊现宗不伤害 生态薪水给付会先发给3000元奖励金 通报后配合架摄像机 加仿5000元的奖励金 这个例子是黑熊纳入生态薪水方案后的第一例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